勒扎伊说认识她妻子的每个人都知道她的笑容 她性格慷慨总是想给予别人 帮助别人 照顾别人 说实话 每个人都知道她的性格多么了不起 勒扎伊在2012年定居澳大利亚之前 在德黑兰与妻子卡兹莱结婚 卡兹莱随后在墨尔本担任牙科护士 也梦想成为一名模特 勒扎伊鼓励她拍摄了她的第一张专业照片 但她从未看到她的发表 勒扎伊告诉SBS 她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母亲 在年仅34岁时癫痫发作 导致心脏骤停 他们把她送到医院 我仍然希望情况会有所好转 但我一到医院 她们就告诉我 她一夜之间脑死亡了 她的身体非常健康 但是她已经去世了 在那一刻 勒扎伊决定让妻子成为器官捐赠者 我有点担心卡兹莱可能对这个决定不满意 很难做出决定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她同意 我做出决定就容易得多 这非常重要 但我知道她有如此慷慨 乐于助人的天性 愿意帮助每个人 我知道她会很高兴 她的身体能够拯救一些人的生命 勒扎伊说 因为妻子的奉献 多达七名器官移植接受者 获得了他们本不会拥有的未来 我仍然相信她还在 活在这个世界上 即使我看不到那些人 我也知道她的身体 我心底所爱的东西 其中的一部分仍然在这个世界上 目前约有1800名澳大利亚人等待器官移植 另有14000人因甚衰竭接受透析 Donate Life的数据显示 四五分之四的澳大利亚人支持捐赠 但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注册成为捐赠者 在器官捐赠州开始时 这一机构呼吁澳大利亚人注册成为捐赠者 这样他们的家人就不必做出艰难的决定 Donate Life的首席执行官巴利说 对于处于这种境地的家庭来说 这是他们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刻 因此如果您已经注册成为捐赠者 则意味着您的家人无需做出决定 他们只是在您生命结束时满足您的愿望 因此通过注册可以减轻家人的压力 Donate Life还试图提高多元文化和多信仰社区对器官捐赠的认识 巴利说 每个主要宗教都支持器官和身体组织捐赠 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否会在生命的某个时刻需要移植 这涉及澳大利亚的所有多元文化社区 因此我们需要每个社区都讨论捐赠 如果他们想成为捐赠者就进行注册 我们也知道最佳匹配者往往是来自您的文化背景的人 勒扎伊现在正在抚养七岁的汉娜和三岁的贾娜 妻子的慷慨大方让她受益匪浅 她描述了卡兹莱的肾脏接受者的一封信如何加强了她的安慰和感激之情 说实话 我哭了 我很高兴我们可以帮助一些人 我相信卡兹莱也会很高兴 我相信孩子们长大后会感到自豪 他们会为他们的妈妈感到自豪 我相信他们会感到自豪